你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去做这样一个综艺的节目 因为好像听说也是你的第一次尝试 把这个第一次留给了我们中国的综艺节目 为什么会愿意参加这样的 其实他们跟我连续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因为那个时间的时候 我也有时间过来中国做这个节目 然后那时候一个我们要推广野猫球 然后这个节目是为了推广运动 然后因为要也是这个也是明年也是开始的奥运会 这个一个推广运动还是最重要 也不管是我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 但是这个推广运动还是最重要 不管是我们对野猫球 因为这个还有四个项目 因为为了推广运动来说 给每个国家还是中国的球迷 还是人民都很重要 因为能给他们知道的一个 我们是野猫球的运动员 第二会教他们多运动 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吧 像陈欣晓刚刚才还点评你要说 你作为教练非常的铁面无资 非常的严厉 你是怎么教他们 其实我来之前就是说 就是看他们的水平到哪里吧 因为他们还是艺人 不是就是专业运动员 就是我们会教的这种 比较简单的东西给他们去学吧 就是一个握拍啊 然后开始怎么打球啊 那个球拍跟点啊 然后就教他们那种体能啊 我觉得这种还是打起来有他们的信心吧 对 你会想成为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教练呢 因为我知道你看你的职业生涯 接触过不同国籍的 像中国的礼貌啊 印尼的叶晨万啊 丹麦的博士特 就是很国际化的一种 对我觉得 我觉得每一个教练的教法 每一个教练的性格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是 以后是我真的是想要当教练的话 其实我会 走比较硬的性格去叫那个运动员吧 不管是 我会当国家队的运动员 还是国家队的教练 还是粤语的教练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想 教他们基础的东西先开始吧 其实我参加这个活动 是第一个 我第一次他们邀请 在中国电视台邀请我过来拍这个节目 我觉得 第一次我来拍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节目 跟还是跟艺人吧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跟林丹 就想第一个先推广乙报球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 也是慢慢的要推下来了 就是有可能是我们明年是我们具有一场的就是纽约的奥运吧 我觉得奥运下来我们还是有可能我会先退下来还是什么 然后有可能是现在慢慢有机会就能接触银毛球 推广银毛球让大家能够认识银毛球更多的球迷吧 那当你看到像全世界就是受伤了耳朵是不是也很心疼 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念的很苦吧 我觉得拍这个节目也不简单 然后我觉得今天就该打到那个头 我觉得很疼 因为我在那旁边听到那个声音都很响嘛 头一声啊 所以我觉得 希望他都没事了 就是好歹没有撞到眼镜嘛 对 然后你刚好是结束了美国加拿大两阵的比赛 然后听说这两场先攻减免都拿到了冠军了 但是我听说好像这奖金都不够你买机票 没有啦 其实他们就说而已 其实现在最近来说是我去比赛都不是金钱还是什么比较重要 就是我先因为世界排名跌了嘛 然后我觉得没有比赛没有积分 就要先把世界排名先打上来 然后先积分打上来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先准备明年的奥运会先拿一个参赛的表格吧 对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 你一直是占据了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现在可能在排名60名开外 对 其实你那个落差怎么来适应 其实我开始比赛的时候 觉得跟以前的比赛都不一样吧 以前我觉得比赛来说 对我来说每一场比赛就顺其俊然 但胜还是胜也无所谓吧 现在我觉得初级比赛都很想胜 因为想先胜的时候就基本比较高嘛 先先把世界排名先打上来 然后就比较容易一点不用打绿赛嘛 像今天这场球是打五场的 像我的同事就说肯定是前面2比2平 然后最后一场是你跟林丹 然后没想到确实是这样安排的 然后他们的新闻稿也在强调 这是你们第34次交手 感觉怎么样 虽然又输了 其实这个不是算比赛吧 我们比赛前面都不懂是谁胜谁输的 然后最后林丹是安排我们也不知道的 我跟林丹打比赛 只是我们安排是前三场球而已 就是说单打 然后捆装跟三打三 然后胜的都没有安排的 其实只有他们我觉得是达尾来说 他们下来才安排 就要求我们打一个比赛 因为在很多粉丝心目中 就是还是期待能见到你跟林丹 坚持到英明的实演赛 坚持到领乐 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对手 那不管是我觉得每个球迷都很想看 我们的比赛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能碰到的比赛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做 我们最大努力去发挥正场的比赛 给大家看 因为现在我们开始的比赛 就是打一场少一场了 那我们下来就快要退下来 我觉得会好好的珍惜下来的比赛